哈喽 欢迎回到小鱼儿AI学院 最近不知道是怎么了 跟这些猫猫狗狗过不去了 看到之后呢 小鱼儿忍不住去研究了一下 还有这样的频道 还有这样的频道 都是做宠物狗了 火了起来 那还有这个频道 非常的可爱 看它这些小动物 就是一个狗狗里人画 最吸引我的呢 是这个频道 可以看到呢 只发了40来篇呢 已经涨粉上万了 最近呢 它也一直用这样一个形象 来发小红梭 特别是这个视频呢 获得了2.7万的赞 还有开始用猫猫狗狗来挣钱啊 一个宠物头像定制 还有课程已经上架了 办了一个399 699的课程 那这里可以看到 宠物头像风格图定制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价格 纯头像是28.8 还有个套餐2 98 还有一个风格 风格图188 那这样的视频呢 之所以能够在小红梭上 快速的崛起来 主要是因为它的一个狗狗里人画啊 可以看到狗狗骑摩托车 那还有这个呢 吸引人的呢 一个狗狗穿着一个狗狗 肥胖狗狗露着肚子 特别是这个啊 它在试衣服 妈妈说像我这样的小狗 从小就很难买衣服 那这个说的就好像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 而这样呢 只是仅仅做几张图就OK了 这个制作方式呢 也是超级的简单 就短短五分钟呢 就能创造出一个超级可爱的一个柴犬形象啊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希望我们能赶上这一波流量密码 今天呢 小游儿就教大家如何做一个 报款柴犬内容 有几个非常关键的逻辑 那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呢 它穿的是人类的衣服啊 是用双脚走路 它也是出现在我们人们出现的一些场景里面 比如说健身啊 比如说超市 比如说在海边穿的笔记笔 所以这样就比较吸引人 那今天呢 我们就手把手的来制作一个 制作一个这样的图片 那视频看到这里呢 喜欢小游儿呢 记得来订阅我的频道 并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喜欢可以收藏啊 方便你下次操作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找到 那这里呢 我只会用到两款工具 一个就是我们的GPT 还有一个就是剪映 跟着小游儿的操作呢 一起往下看 看到视频的最后呢 相信你也会做出这样的视频 那我们直接开始 这里呢 我用的是一个GPT4啊 如果说你们用的是GPT3.5的话 可能需要升级一下 那因为3.5的话 它是画图画不了的 它里面没有任何插件 我这里用了GPT4 如果说你没有账号的话 也可以便宜合注 也可以进行一个订阅 那么合注链接 可以在描述栏去找 那大家如果说没有GPT4 如果说你有一个 Mijinri或者说Lalado Mijinri的效果会更好 你用这个来做这个图 也是可以的 可以看到 这个呢 我用Mijinri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这个狗狗真的超级的可爱 那如果是用Mijinri的话 那就会用到一个以图生图 那如果说很多朋友 还不知道如何以图生图的话 那这里我会放一个链接 在上面的描述栏 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给了他一个提示语 你的角色呢 是专业的小红书短视频运营者 也是一个内容行销家 那么你正在运营一个 像人类一样的可爱柴犬的账号 胖胖柴犬呢 它出现在人类的不同场景 需要站着走路 穿人类的衣服 露肚皮等等 那这里呢 是为了满足你的需求呢 我会先创建一个表格 那可以看到 一个柴犬的日常图片的描述 英文描述 那这里呢 它又帮我呢 创造出了一张图片 我个人觉得还行 但是呢 离我想象的还差一点 当GPT做得好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鼓励它 你做得很棒 但是呢 我需要把英文 Plant来修改一下 再优化一下 我给了它一个示例 那这里呢 我也会把一个描述词 这些呢 都放到描述栏 大家可以去复制粘贴 OK呢 它说当然可以 那它重新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 有点短 它不够详细 那么呢 我又继续让它生成30条 那在这里呢 它只帮我生成出来的7条 但是呢 它说可以根据这7条呢 你再展开 其中的每一条来生成 Plant 那我就选第三条 让它展开写 可以看到 它帮我写了7个场景 之后呢 我又喂给了它一张图片 我为了让它帮我创造出一张 这种相似图片出来 请生成这张图的英文Plant 需要提到小狗的品种 尺寸 面部特征 具体体型和衣服 知识 背景 光线和图片 风格 那可以看到 它帮我全部描述出来了 我就让它根据这样的描述来 写10个柴犬 参与人类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 10条就出来了 那上面这些呢 只是一个训练 接下来才真正的开始 那帮我写一个可爱 胖胖柴犬 因为胖呢 被嫌弃的故事 需要铲除不同的分目剧情 那剧情包含呢 柴犬喜欢狂吃东西 被爸妈嫌弃 自己伤心哭泣 走在马路上无精打采 被健身房吸引 最后减肥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OK了 CPT呢 毫不犹豫啊 也就分分钟的时间了 7个场景就全部已经写好了 我让他呢 用表格的形式给我 方便我要后面画图 他直接给了一个表格的形式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呢 先复制粘贴到一个文档里面 那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他帮我生成出来的第一张图片 我个人觉得还非常的不错 那最后呢 广速有点不太好啊 那我这里所有的分镜图呢 也就已经全部让他每一个场景呢 帮我生成出来 那还是我们同样让他根据我们的参考图呢 生成一个分别生成这些场景 那第一个场景呢 可以看到这个柴犬啊 这个狗狗呢 他吃东西到饼干看一下 那我每一个都这样子说了 用我上面给的参考图的形象 设计主角 保持人物的一致 根据我给的提示词呢 变化一下场景 说了这句话之后呢 他几乎生成出来的效果还可以 如果不给这一句话的话 他可能就是天马行空的给你生成 那我每次这一句话都给他放到前面 最后加上一个描述词 那这个呢 他心情沉重 走在大街上 那这里呢 他看了一个健身房 那这里呢 他来健身房健身 最后呢 成功的瘦身了 所有的分镜图呢 全部做好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进行下载 把你所有要的图片呢 全部给他保存 找到文件夹 可以把它存在一个文档里面 如果你用的是密精里呢 一样的啊 你可以保存你所有的一个分镜图片 那我们进行到下一步 打开剪映 点击开始创作 那这里呢 点击导入我们刚才的图片 这儿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排序 根据一个创建时间排序 我们先选择一个音乐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到音频库里面来选择 跟狗狗有关系的 那这个搞笑配音 我们就选这个 那我们添加一下 踩节拍 OK 这时候加入我们的图片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节拍 给它调整一下 那多余的音乐呢 就直接把它剪切掉 那这里呢 我们需要稍微调整一下 可以看到图片的大小 它的两边是空白的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例 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Source短视频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Source短视频呢 它是一个9比16 那这里我们就给它调整为9比16 上下是黑的呢 我们可以给它填一下 选中这个图片 背景填充 点这里 选择一个模糊 OK 没有黑白的地方了 我们再把这个转场添加一下 OK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效果是不是还不错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导出就可以了 那同样呢 你要存到一个 归纳到一个文档里面 方便你找 点击导出 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视频呢 发到各大网站 你可以发抖音 也可以发小红书 你还可以发一个 pick talk 或者说IG 那么包括一个YouTube的一个Source短视频 那现在这样的视频还是非常的受欢迎 那么通过一个短视频呢 后期你也可以进行一个广告收益 或者说就像他们一样呢 进行一个 可以去做一个狗狗头像 定制头像啊 或者说卖课程之类的都可以 那关键的是呢 我们要先开始 对不对 只有开始呢 才能谈到以后 看完这个视频 希望做视频有一些启发 喜欢小鱼呢 记得呢订阅我的频道 你还可以观看小鱼的其他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